分享 時間非常的寶貴 但是呢 我感受到每一次的分享都是 讓我再一次呢 就是 經歷神 祂是怎樣的為神 祂為我做了什麼 也願意在即刻跟大家共同分享 那正如今天早上唱的一首讚歌 是信心 信心就仿佛 信心是個美好的祝福 它是讓我們看見 眼睛看不見的眼景 確實實實現在我們的心裡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題正好就是信心 那上次我分享的是 補救 因為我的小兒子仲安 還不滿久 所以他非常期待受洗 那是因為 就是見著神賜給我這個老二 讓我認識了神 目前讓我經歷了救贖過程 那麼 如果說上次我的得救的過程 是我的體會是 事實上我的得救是集著很多藝人的禱告 包括布什 師母 曾經會到上海為我的大學去禱告 那我是從那個大學裡被救贖出來的 我相信每一個人的得救 都是聽著很多藝人的禱告 然後 然後 那在我的裡面呢 我就開始 出現一些困惑 就是其實一人的禱告之後呢 我相信神還有一個救贖的計畫 那麼當你到我們心裡的時候呢 你要回應 所以當時我開始回應這個救贖計畫的開始 就是我開始感受到 人生好像走到了自己不能解決的困難 走到了人生就是人的盡頭 然後我就開始去思想 為什麼人會活得這麼的困難 這麼的困苦 藉著我這樣的思考 就打開了認識神的這條道路 於是神就預備了我的心 然後呢 我的得救實際上是一個很明顯的神蹟 就是說 神是藉著賜給我的一個生命 讓我來真正的 在那一刻謙卑下來 因為我沒有辦法了 在中國是不能生老二的 所以在那一刻我完全的謙卑 完全的沒有辦法的時候 神就主動的歧視了我 他說來找我 就沒有問題 我是一個非常 對我應該說感到我非常感恩 因為神主動的向我歧視他 於是我就回應了之後 那麼實際上那個時候我的回應 我感受到還是 那個信心是主動賜給我的 就是那個信心賜下之後 我的內心就有一個真正的那樣的感受 就是那句話說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局 就是當時我懷老二以後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神的主動賜給我 那天天賜給我說 來找我 就沒有問題 然後 這個就變成了我心裡的 就像這首歌唱的 我就已經看見了那個沒有實現的原因 就是去找神就沒有問題 於是我就當時在國內那個困苦的環境下 我白天必須工作 必須隱瞞所有的人 我 有了老二這件事情 忙完一切的工作加持之後 我半夜開始 來到跪在神的面前 我說上帝 我把一切都交給你 我說別人信了信了 時間不會那麼近 但是我是把我 我的生命 包括肚子裡的孩子的生命 都全然交給你 我把自己當國際獻給你 我什麼都不做 然後就是這樣的信心蒙神喜悅 其實這個信心是神先賜給我 然後我就照著這個信心去做 因為我已經看到那個圓景 所以我就繼續的去做 我說神我把自己獻給你 然後呢 神因著我這樣的信心的回應 祂非常的喜悅 因此我從2007年 應該說4月初 3月份開始 性絕治以後 8月2號到了美國 然後那半年 我是 在美國一直帶著半年 那半年 在世人看來是一個不可想像的事 因為一個 一個婦女她懷孕 遠到她鄉 有一個親人 她也不是為了別的目的 就是為了信心走出這一步 都不知道她的未來是什麼 好像看來是很艱苦的一件事 可是那半年 卻是我人生中最喜樂的 因為那個時候 是天后整個幫我抱起來 她就是那樣的愛我 讓我每天都活在她的同在當中 就是小嬰兒 對爸爸媽媽抱著的那種感受 雖然我說那半年 我是非常冷溫的 而那半年 陪伴我度過的就是牧師和師母 在美國 其實你們都知道 我是非常幸運的 別人說你不可想像那半年 可是我告訴他們 那是我人生中最最最最幸福的 那半年 然後 但是當我2008年的2月份 抱著我的老二面 說她兩個月 我回到中國大陸以後 人就是這樣 好了傷疤了 我疼 我一回到中國的大陸 這個土地上 所有的工作壓力 所有的這個屬世的事情 就一下子出現在我面前 這個時候你就要有一個選擇 因爲什麼 神是看不見的 而你面臨的工作的壓力和環境 你是看得見的 那麽 我當時呢 神給了我信心 就是主動賜給我的 可是我回到大陸以後呢 眼睛一看到這些事情 立刻 因爲神是看不見的 祂也不會拿個鎖鏈拉著你 說你必須要怎麽樣 全是靠我們的內在 所以我當時就做了個選擇 我居然選擇去忙事件的事情 而不是去親近內心的帶領 其實當時那半年 我回國以後 我的工作 實際上我都沒有什麽課程 還比較輕鬆 可是 我就要去準備以後的事情 就是我的工作壓力 會從現在準備以後的事情 所以我就去 我那段時間去參加一個培訓 然後呢 就去參加培訓的時候 我每天坐著那個 大陸叫地鐵 這裏叫監獄 我坐著那個地鐵 上來的時候 我就 內心喔 非常大的一個感受 就是我要回家陪我的孩子 因為那時候老二還在補母子 你應該要回家陪你的孩子 可是我的外在就是 我必須去做世界的這件事情 於是我 因為我那時候剛剛才半歲嘛 生命才半歲 我不會選擇 我就只有選擇這個世界的壓力 我就去做了 於是 後果就出來了 世上生命我的拍片 是很美好的 可以在家陪孩子 跟我選擇去忙世界的事 那麼我從二月份回到大陸 我三月份開學 忙到了六月 六月差不多六七月份的時候 忙了四個月 我的老二呢 他每一天 媽媽不在家的時候 他就 他很小但他的靈裡面 他是一個很有名 真的是神恨帶他 早上我六點鐘出去 那麼小的孩子 他就看到媽媽不在 他就拒絕是一切的食物 配方買什麼東西 或者是 他從六點鐘到一點鐘 他睜開眼睛看見 是我媽媽在家裡 他就 什麼也不哭也不鬧 他就繼續睡覺 他就能從六點鐘 一直睡到我回到家一點多 他就餓五個小時 就這樣每天長達四個多月 他就這樣子生活 所以 後來 我是看到他這個狀態中 我心裡好痛好痛 但是這個痛呢 我已經把那個食環完了 就是我認為屬世的 重要的食環完了 到六月份了 但是後果就出來了 從六月份開始 我的老二就開始 買免疫期已經過癮 他十一月份生了嘛 在母乳期 就是半歲以內 去有人體自然免疫期 免疫期一過 因為他長期的就是缺乏母乳的那個 他就開始發了那個慢性病 就得了那個喘息心支氣管連 然後就非常嚴重 他從六月份發作 然後七八九十十一以上 發作連續每個月發作一次 一發作起來就是一咳嗽好 就開始喘 然後就要去醫院怎麼樣 因為他小 不能夠打手什麼 就只能從頭裡面 把那個西藥針給打進去 掉眼水 有的時候輕了就可以敷口服藥 然後就要從頭皮上打進去掉眼水 然後這個時候我每次就 看他發作很嚴重 就跑到醫院去 每一次就跑了 後來跑了六個月以後 六七個月以後 我就開始說 我說我為什麼會這樣痛苦 醫生說了他也很嚴重 我說他只要咳嗽一聲 我就必須帶到醫院去 就到這個地步 我就每次急急忙忙去醫院 後來到了六七個月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 我說難道以後這個孩子就這樣嗎 我就完了嗎 他才六半個歲呀 然後我就說我的神在哪裡 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才想起我的神在哪裡 我就開始 到第七個月 抱他去醫院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醫院裡給他報告 然後到了第八個月 他該發作的時候 我就嚇你決心 我說我一定要追求我的神 我不能再這樣下去 這樣下去這個孩子又毀了 所以在他第八個月發作的時候 非常嚴重 他已經開始發燒 前面都不發燒的 第八個月發燒的時候 媽媽 我的媽媽就懷疑他是肺炎 就說已經很嚴重 可能到肺炎 但是就在那一次 我下個一天就要尋求我的神 於是半月發作的時候 我就跪在那裡祷告 其實我前面打了電話 請那個出租車來接他看急診 因為喪燒了嘛 所以 但是在等 就等那個出租車的那一段時間 我就跪在我們家的那個 另外一個黑暗的房子裡 我就跟神打過 我說神啊 我說我要依靠你 求你告訴我 我該不該帶他去醫院 但是那個時候神還是愛我的 他還是有回應的 他說 這是個很微弱很微弱的一個意念回來 也就是說 你要信靠我 你還擔心什麼 這個意念輕輕微微的來了以後 我的心裡就缺距了這樣 我就相信這個意念 於是我出來以後呢 電話響起來了 出租車司機跟我說 我到樓下 你們下來吧 那個時候就凌晨三點 一個出租車司機 為了我的電話跑過來 結果我跟他說 我說對不起我取消 我去了 所以那個司機很生氣 就要罵我 我就趕快壓掉電話 然後我就選擇沒有去醫院 我就在家裡 我就憑著信心 因為神說你還貪心什麼 這個時候就是很奇妙的意念 因為神不是說馬上就把韓醫治了 而是神讓我採取一個行動 就像是很多先知一樣 你要讓司機扶起來 你必須放一個木頭在水裡呀 神就給我一個意念 因為我們家有滿香的藥 我的老大也是過敏體質 我們家有一箱子的藥 大概有這麼高的箱子 箱子全是藥 可是我從來敢自己給孩子用藥 因為孩子的病情發展很快 我都不敢用 但是那天我卻很確信 要去吃一味中藥 就好確信的 我就去拿來給孩子餵了半瓶 之後半瓶下瓶 孩子燒就對了 第二天繼續餵半瓶 為了三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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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三瓶 他就燒就好了 並且他的咳嗽開始減輕 就是那麼嚴重的傳奇心之際 晚上吃那個狀況他就減輕了 接下來我就又按照代理 又給他餵了一點重要 結果 就大概一個星期的時間 這個孩子就不咳嗽了 你知道嗎 他就藉著我信心的行動 神的代理 我就不咳嗽了 大概又過了十天 我就信心 人的信心軟弱 我就說 神啊他是真好的還是假好的 還是變成更嚴重的病 人會有這種懷疑 你知道嗎 我就開始說 我說我要去醫院檢查一下 找個理由 他鼻子不通緝嘛 因為這種敏感兒童 往往會鼻腔有嚴症 我說他鼻子不通緝 我去檢查一下 結果到了醫院檢查 因為他很好啊 費聽了都非常的好 就是很強健 沒有事了 哇就從那一次以後我就 就是這個Joseph 他就從那一次以後 他的肺就全然被醫治 他的傳奇心治療管人 在別人講說 只有在青森期才有肯定好的 他從那一次以後 他就全然被醫治 再也沒有發作過 而且他的肺強健到 晚上吹空調 如果說他沒有蓋被子 在空調上面吹 他開始咳嗽 可是我的心情就覺得 他已經被醫治了 沒有事了 到第二天他咳嗽一聲 我就知道過兩天會好 我覺得再咳兩天 他就自己好了 我們的Joseph從來沒有咳嗽 廢再去我們的院 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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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麼說這次信心的禱告 是說 神給我一個回應 但是接下來有一個 更大的考驗 是 是他的一個意外傷 就是說他已經外病病好了以後 那個是在2009年的 2009年的大概三四月份 就是春節過後 他差不多快滿兩歲 快滿一歲半的時候 又發生了一件事 那件事我是真正的說 是人主動的信心 就是說那件事是有一次 我先生那時候在外地工作 他每週回來 只有一個雙休日 就是禮拜五回來 禮拜天下午就要走 那麼他就是禮拜天的上午 他幫我看孩子 那時候我早上起來 我都是很忙碌 小孩醒了一會兒 爸爸看 結果呢 爸爸很困 爸爸就在床上 就無意識的跟孩子玩 但是他沒有真正在看 他沒有真正的孩子 那麼我們的Joseph 又是Joseph 他在我們家很高的床上 在那裡跟爸爸鬧著玩 那時候才一歲半 我在廚房在忙早餐 後來我就突然聽到就是 忽然之間發出個很響的聲音 就是那個門啊 碰到牆壁的聲音 就是啪 很脆很響的聲音 然後我就說 然後姐姐就聽到孩子的哭聲 那我就說 是不是我的孩子摔倒了 把門碰到牆上 然後他發出噴聲 我還很躲定 我說沒關係 小孩子摔摔是很正常的 哭就哭嘛 我就慢慢的往回走 走去房間 結果一走入房間 當時我就 就傻眼了 因為什麼 孩子是兩面朝天躺的 他就是床上的 兩面朝天躺著 躺在那裡 一動不動的時候 他光是哭 也不動 當時我就覺得 我就立刻反應過來了 不是只有他把門碰到牆上 而是他的後腦 跟爸爸玩的時候 因為他是快速地爬 我老公跟我說 他快速地爬 爸爸跟他鬧 他小孩不懂的 爬到床邊 他不知道的 猛地一轉身 整個後腦 啪啪的甩到床下 是那個聲音 很響 整個摔的 然後他躺在床 躺下去就不動 就包上啊啊這樣哭 然後我剛是看那個眼睛 就是九側 看那個眼睛就是恐懼 因為他摔得太嚴重了 那個眼睛就是黑的 你知道 我其實曾經在我一個 也是一個癌症趨勢的 一個朋友眼中 看見那個眼睛 就是人當你的生命 雞雞要走的時候 它是黑的 裡面是黑的恐懼 我當時從絕對眼睛看到的時候 我嚇壞了 你知道嗎 他整人都躺著不動 我就把他抱起來 然後他一會兒就不哭了 我哭也會怎麼樣 他一會兒就說他就睡覺 他就困了 我就把他放上床睡覺 我也有經驗 他一睡 其實他早上剛醒過來 結果他就睡下去 一睡就是幾個小時 然後那個時候 我老公到了下午 要去外地上班的時候 他就走了 那我就在網上查 在他睡覺前出現了一個細節 就是我把他抱著的時候 他不是不哭了嗎 我放床 他沒有睡覺之前 沒有睡著之前 他往外 就是站著家門 我們家兩下的人 是這樣的一行道 Joseph是在這個門裡出來 爸爸是在這個門裡叫他 可是他從這個門裡出來之後 爸爸在這個門裡叫他 他應該按理說是往回走 可是他卻答應著 答應著說 爸爸爸爸就往前走 你知道嗎 他的聲音聽覺得有問題 他往前面找爸爸 爸爸在後面叫他 當時我就覺得好恐怖 他怎麼會爸爸在後面叫 他說爸爸爸爸他往前走 後來他就睡著了 睡著一共 我就上網查 他說 他說腦震盪的一個最大的症狀 就是說 昏睡 然後就是聽力 確實 因為小腦受傷之後 他就是聽力混亂 分不清包裝 第三是腫瘋 那如果這三個症狀 都起的一定是腦震盪 所以呢 那個時候孩子要昏睡 我就等他醒 等他醒 那一個不能很久了嘛 爸 我的媽媽就去給他餵奶 為了小半瓶 為了平時的那個量 餵奶後媽媽還很高興 說沒事了 就出來了 結果過不了多久 就媽媽進去的時候 就發現他吐了一床 那就是完全清楚是腦震盪 所以當時下午我就帶著Joseph 我就去看急診 一半天只能看急診 然後去到急診 那天人用很多 醫生就要給他怎麼樣 就給他吃安眠藥 讓他安靜 會做到CT 結果 等安眠藥那段時間 等著吃藥的時候 就要排隊半個小時 於是就在那半個小時中 Joseph我就看了 我們在排隊 他就在外面等待的時候 他就走路 他走路就不去晃了 那時候他一歲半就是晃 因為小老女受傷 人是晃的 然後 但是那半個小時 我就跟神求 我就跟父 我說父啊 我說求你告訴我 我是該用人的方法 還是該用你的方法 你只要給我回應 你告訴我用你的方法 我就立刻離開 但是 我跟你說 那是我同一次 我去美國 不管怎麼樣 神總是有安慰 對吧 Joseph和慢性 傳奇心 神總是有回應 可是那一次 確實 我跟你說 我感覺到被神拋棄了 我沒有任何回應 我長達半段小時候的禱告 我說神啊 我信心地求你告訴我 什麼回應都沒有 知道嗎 那一刻甚至 我是覺得 上帝真的存在嗎 你們知道 那個感受是非常的惶惑的 那個時候我就說 啊 真的沒有了嗎 還是有 但是 但是你知道 我當時我的心裡就說 我說上帝 你可以不回應我 但是 如果就因為這個 我就證明你不存在 我說 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 Joseph的存在 就是你的證明 所以只要他今天存在 就證明你存在 我不管你今天 會不會回應我 因為Joseph的存在 你就存在 所以我就跟神做個答案 我說神 我說今天 不管你會不會回應我 我把Joseph 獻給你 我說這個孩子 本來就是你給我的 我說我今天就是 刷賴皮 因為我相信你存在 我就把他獻給你 然後到我的 那個醫生到我跟前 醫生給孩子 刷了點藥了 我就跟醫生說 我說醫生 我不是要回 我有事情 醫生就以為我有事 他說你晚上九點 十點以前來 我們都可以做脑CT 他就先讓我走了 結果我就做了件 破腹成裝的事 我就把他要費給退了 退了以後我就回家 回家的時候 我在出租車上 我就真的是跟神打 我跟上帝 反正 我知道你存在 我就全然獻給你 回到家晚上 到了晚上 他每天 Joseph是八點睡覺 早上五點起來 很規律的 結果那天晚上八點鐘 我的媽媽繼續給他賣奶 在賣奶之前 還發生一件事 Joseph開始就是 因為他小了 你知道小時候 那個糞便都是很正常的 可是他卻拉出這種白色的 完全白色的這種糞便 我後來的所有醫生 他們都沒有見過這個情況 就說他的膽啊 膽質那個功能完全喪失 純白色 他喝的什麼就拉的什麼 喝的白色的奶 就拉白色的東西 然後他後來那天晚上八點都 八點不到 我就給他吃 不敢多吃 是怕他吐了一點點 然後他就睡了 睡了以後 結果我還很高興 我跟媽媽說 你看他沒吐就睡了 結果我跟媽媽晚上十點多 在廚房忙碌的時候 就聽見屋裡開始哭 因為他以前半夜從來不行 就聽見裡面在哭 然後我就跟媽媽衝進去 就看到Joseph已經就睡著著了 他就開始急躁 他就開始又哭又鬧 我跟媽媽就抱著也不行 走路也不行 開燈也不可以 給他餵水餵奶 他都不行 不能吃出他的 就是因為他的腦子裡 一定很難受 我們摸他的頭已經開 就有提燒 就是說他那個腦子 鬧在裡面開始發作 哎呀這個時候 十點已經過了 醫生說他腦子一踢的時間過了 你們知道嗎 因為當時我認為 我獻給神以後 神就可以一致了嘛 我以為神就一致了 我就很開心了嘛 沒想到半夜十點都發作 你們知道在這個時候 我該怎麼辦 我去醫院也不行 這個時候我就跟媽媽說 我說媽媽媽 我說既然我們選擇 我們知道 我們只能走這條路 我們就走這條路 我就跟我的媽媽一個人 跪了一遍 因為當時我在美國的時候 也是我的教會 或是我的教會 有一個姐妹做過見證 他說他當時看到他們單位的一個人 急性病發送的時候 他並不知道他是什麼病 已經身上親子了 就是人馬上就過去了 他就只能感謝讚美耶穌 為那個人祷告 為那個同事祷告 後來感謝讚了之後 那個人就活過來了 所以說他的見證就是說 在危難的時候 就感謝讚美耶穌 因為你感謝的那一刻 神的能力就開始介入了 所以我就當時跟我的媽媽說 我說媽媽 那我們就來遇這種方法 因為我們已經不知道 該怎麼禱告了 你是我的媽媽 因為我媽媽也是很相信我 因為這相信我媽媽 也相信神 所以我跟媽媽 我媽媽坐在 跪在Joseph的頭上 我跪在Joseph的腳筋裡 我們倆就一起同聲開口 說 感謝讚美神 我就是那一天真正的經歷到 你的信心有多大 神的能力就有多大 他的管道是 你的信心有多粗 神的信心能力就有下降多大 那天已經是在絕境中的祷告 因著我的信心 我和我母親的信心 我說感謝讚美神 Joseph本來是在哭的 他本來哇哇哇哇的在哭 但是那一天我親自 就是神的神迹 往往是一個感受或者一個什麼 但那天我卻看見神迹 怎麼叫看見神迹 就是說 當我們第一聲感受讚美神 一出口的時候 Joseph突然之間 他就安靜了 一聲讚美 他立刻就那麼小 他才一切半 立刻安靜 開始腦袋趴在整棠 就睡覺了 你就看見神迹 只要看見神迹 我當時看見之後 我就繼續感謝讚美 然後Joseph就安然入睡 你知道嗎 你就看見上帝怎麼樣來工作 那一刻 我就真正的 完全被神 就是 被觸摸 就是我感受到那個聖靈在那個 就像雷擊一樣的擊中樓 因為你看見神迹的時候 Hallelujah 的時候那個叫做雷 那個聖靈 就把我整個充滿 我是那天第一次經歷聖靈充滿 並且我第一次知道 我們所說的草野也好 醫病也好 真的不是我們自己主動求的 我在那天晚上 同時得到兩種意思 我那天晚上出口而出 說一種不懂的語言 不是我要的 你知道嗎 我突然是因為 看說草野 然後不能控制 然後並且我的手 開始就在Joseph的後腦 因為他躺在那裡了 我就控制不如的手 就要開始去按摩他的後腦 就是一種手勢 黑暗中我就看到我的手 就像在畫一條魚 就從上到下 從他的後腦一直到他的 排泄的那個肝膽 又一直在畫 我沒有辦法控制這兩個行為 完全是被聖靈擊中 然後就這樣畫 然後畫下來 後來是我的手先停下來 然後我的方便最後才停 整個大概持續的將近有四十分鐘 就是我的母親都感激在裡 她說不動了 她停了之後 我還說了很久才停下來 而且好在是黑暗當中 我母親看不見我當時被攝影 充滿的那種激動 然後這樣過後 我就都去睡覺了 然後第二天早上 到太陽升起的時候 周遭我醒來的時候 你們猜怎麼樣 這個孩子就一如往常了 活活活好動吃奶玩 全然好玩 沒錯 我經歷那次的神蹟後 我就知道 我說我們的生命就好像 一隻小天丸是一模一樣 受洗之後 你的生命就是 零歲半生的時候 把媽媽給你餵奶 你可以不走路 你可以不用吃飯 她給你餵 但是 我們一定要知道 上映一定要讓我們經歷 自己去吃乾糧 自己去經歷松雨的時候 一定要經歷 所以我回國之後 這兩年 我就在經歷神 真正的給我們操練 他在九層的腦震盪那時候 他拿走了他一切的回應 他來看我 你是否可以 站得住 那我們就繼續選擇站 我們就站住了 從此以後 我就知道 無論生死 無論患難 無論疾病 都不能使我 與神的愛更絕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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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們希望時間 要給你們吃 非常令人 振奮 激勵我們信心的一個見證 那為什麼也許兩個禮拜 甚至到下個禮拜 我會請劉燕來跟我們分享 因為劉燕呢 即將正在這個月底 要回到上海 所以 我知道 他的經歷呢 還有他的一些信心 我相信能夠給大家 帶來激勵 所以我連續三個禮拜 就請他來做見證 所以 感謝祝神奇妙的安排 我們今天選的歌曲 第二首就是講信心 他們事實上也不知道 劉燕今天要做見證 但是神的一致的安排 讓我們看到說 其實我們可以怎麼樣 依靠神 然後我們的信心 神他會來帶著我們的信心 不斷的成長 阿明 所以很重要的一點 神的心意是讓我們 能夠 信上加信 我們其實 最討神喜悦的一個方面呢 就是我們的信心 當 就好像我們跟好朋友一樣 當你發覺這位朋友 對你非常有信心的時候 你是不是覺得真的是好朋友 真的是你們的關係就是非禮尋常 神是我們的好朋友 神是我們的好天父 所以我們關係裡面的最重要的根基呢 其實就是信心 在信心的基礎上面 才能夠進到更豐盛的愛裡面 所以我們基督徒的生命 是從信心到更大的信心 信心不斷成長的一個歷程 所以我們經歷所有的事情 其實呢 在壓力的環境裡面 更是神要鍛鍊我們信心肌肉的時候 那有些人可能會聽到這樣的經歷說 信心的試驗有時候很厲害 我有點害怕 我希望說不要有試驗的領導 但是呢 我們要知道其實呢 我們並不一定要經歷到什麼 很 這個很 戲劇性的 或者是很厲害的一些 試驗才能夠成長信心 其實只要我們每天 能夠讀神的話語 我們信心就能夠增長 我們每一天能夠去 說服神 我們的信心也都能夠增長 當然有時候會有一些試驗的來到 但這試驗呢 就好像我們在練肌肉一樣 舉重的時候 你舉得輕輕的話 就練不了肌肉 但是稍微重一點的話 其實是能夠擴張你信心的肌肉 Amen 所以鼓勵大家 我們每次在一起的時候 都是神 建造我們信心的時候 我們每天 行路我們一生的旅程 都是一個信心成長的歷程 讓我們的信心 獻上 如同新疆國際戰士的面前 Amen Amen 好 那我們剛才呢 就是 有請大家為我們 到中國短宣來禱告 這次我們 就是在下禮拜一 不是明天 是在下禮拜一 我們會有 我們教會呢 有六位同工 包括了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就是 幾乎是中文堂的所有的全職同工 都會有去 大家不要擔心 我們都已經安排好了 所以下禮拜 就是我們不再只有一個禮拜天 那個禮拜天呢 我們都有新的同工 能夠預備好 來帶領大家敬拜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一起來服飾 好不好 我們在禱告裡面 一起來服飾 那我請弟兄姊妹們 特別為我們 中國最次到 廣州北京的短宣來禱告 那在聖經裡面 有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呢 就是 就是 在前線打仗的 跟在 後方 看守兵器的 都一同得獎賞 當我們到前面 到宣教合場裡面 去打仗的時候 在最前線的時候 如果 你在後面 看守兵器 你在後面 為我們 祷告 你在後面 為短宣來奉獻 你在後面 來照顧好 我們的 這個母會的話 其實我們是同得獎賞 阿妹 我們福信主 神要來 這個 相信會給我們 很多的獎賞 所以我鼓勵大家呢 能夠 都來為我們 禱告 禱告對我們來講 是太重要了 因為我們現在打仗呢 是 海陸空 都要打對不對 在索尼的征戰裡面 也是海陸 無方都需要 所以 通常呢 現在的打仗呢 就是空軍出去 然後呢 就 這個 轟炸轟炸 大概就已經 已經有了 這個得勝 可以說是 打下了70%了 接下來才是 路面部隊出去 所以大家的 祷告呢 就像是空軍部隊 先出去一樣 就先能夠 這個 在這個 打仗已經贏了70% 接著我們路面部隊 才出去 所以我請大家呢 要為我們禱告 那我已經請了 這個 海內外一些 弟兄姊妹 我們的代表者禱告 那我們 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 更是要一同參與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請大家呢 能夠每天 為我們的短圈來禱告 從8月22號 到9月2號 所以 怎麼禱告呢 就請大家呢 就是把這個 周報帶回去 每天呢 你可以為這四方面來 來禱告 聖靈帶領你 怎麼樣更深入的 為每一點 來禱告的話呢 你就照著聖靈的引導 深入的來為這些禱告 好不好 那 請大家呢 來為我們禱告 可以為我們禱告的請舉手 好嗎 可以為我們宣教禱告的請舉手 哇 謝謝 感謝主 榮耀祝賓主 那可以天天為我們禱告的請舉手 好嗎 有一半 哈哈哈 好 加油加油 我們一同的來先祝福 帶到廣州 北京 還有來自 對中國各個城市的這些教會 Evernation教會的弟兄姊妹來禱告 OK 好 那我們現在一起先來做一個禱告 天父啊 天父啊 我們感謝你 主啊 你今天就在我們的中間 你真是我們的父 你真是愛我們 主啊 你是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 你是首先給我們信心 要來存全你這種身上工作的神 不是依靠我們自己有什麼樣的聰明能力 有什麼樣的善良 但是都是你的恩典 我們只要配合你的恩典 就能夠看到神基 主啊 那我們都能夠來看到你的恩典 配合你的工作 好叫我們一同的看到神基整個生命中 主啊 我們知道你總是為我們好 你總是為我們好 不管在什麼樣的情況 不管在我們什麼樣的感覺當中 不管怎麼樣受困 主啊 我們的宣告就是 你總是為我們好 主啊 當我們有這樣一個信心 來宣告你的應許 你的真實的時候 就是我們困境的出路了 主啊 幫助我們每位弟兄姊妹 每一天都是這樣靠著信心 來突破一切的困境 主我們在祷告 奉耶穌基督 Amen 還有一件報告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同工會的時候 就決定 今天 就是我們要歡迎在我們當中的新朋友 那以後呢 就開始每個月都會有第三個禮拜 然後第三個禮拜 然後第三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 今天是特別是第二個禮拜 以後每第三個禮拜都會有一個歡迎新人的參會 那本來呢 歡迎新人的話就是同工跟新朋友一起 但是呢 我們大概 我們已經有大概三年多的時間沒有歡迎新朋友 所以過去三年來到我們當中的都算新朋友 所以乾脆呢 大家都一起來吧 那我們也訂了餐了 所以呢 只要是過去三年來到我們教會了呢 你都是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今天歡迎都是我們尊榮的 所以呢 我們都歡迎你留下來一起用餐 我們都已經預備了有水果 還有這些 李廷也預備了叫的餐點 所以歡迎大家都留下來用餐 對不起 我沒有事先早點跟大家預報 但是呢 現在就 如果沒有事情的話 全部都可以留下來 讓大家互相彼此有一些好的交通好不好 今天我們要跟別人講說歡迎你留下來唷 歡迎留下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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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呢 叫做神總是為了你 神總是為了你 為了你什麼呢 總是為了你好 你相信嗎 無論在想像情況之下 祂總是為你好 而且祂總是在我們身上 要成就好事沒事 為什麼呢 因為祂就是良善的 祂就是美好的 如果祂要做任何壞事的話 祂完全違背祂的本性 神會做祂違背本 祂違背祂本事的事情嗎 神是自我矛盾的神嗎 當然不是 所以當你覺得好像在這種災難 好像在壞事裡面的時候 好像在意境的時候 你只要宣告說 神啊 祂是良善的 我讚美祢 就像剛才留言 當祂開始讚美神的時候 神蹟就發生了 祂在意境裡面就有了出路 祂的環境就有了突破了 所以讚美是讓我們能夠突破的 當我們所聚焦的 不只是我們的環境 不只是我們的問題 而是聚焦在神的美善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神總是為了你好 總是為了我好 這個是沒有例外的 不管我們明白不明白 不管我們有沒有答案 不管我們是不是感覺的好 我們知道神的話 永遠不改變 Amen 那我們知道 其實在我們的腦袋裡面 有一個部分叫做情緒腦 在大腦的正中間裡面 最深的裡面 有一個情緒腦 我們稱它為情緒腦 這個情緒腦呢 它會控制我們的情緒 然後呢 我們的情緒常常會影響我們的決定 所以這個情緒腦的一些運作 其實會影響到人很大 所以這個心理學家他們發現 那這個情緒腦的 常常在我們裡面來運作 那它有一個特色是什麼呢 這個情緒腦的 常常本能適合在分辨 這個人是對我有善的 還是敵對我的 這個人是有是敵 到底是朋友還是敵人 一直在那邊判斷 那這個是很本能性的 也是非常的二分法的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時候呢 如果不小心反應太快的話呢 就是讓這個情緒腦做主 而不是靈性在做主 我們知道事實上很多時候 人們不見得是有惡意 但是呢 因為可能它的某一個言語或行動 或者當時的環境觸動 我們想到過去的一些事件 以至於我們開始有一些本能性的反應 而覺得好像過去 因為這種環境跟我過去的傷害也相關 所以呢 當讓我感覺到 讓我回想到過去的事情的時候 可能我就會有一種 好像在保護自己的 或者是甚至反擊的這種現象 所以情緒腦的反應呢 其實有時候是很非理性的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不贏我們要慢慢的動怒 不要一下子就本能反應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其實人的本能呢 常常在一起看是敵是友 是敵是友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本能 那如果我們沒有好好呢 來訓練這個本能 而是更憑這個本能的話 我們很容易就可能草木皆聽 覺得隨時都有人要傷害 隨時都有人可能要 我要保護自己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們要注意到我們這個腦的運作 不要讓情緒過度的來掌控 而是要更多的讓理性 讓真理來去掌控 那我講到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是想到 有時候呢 我們如果是完全平本能的話呢 我們就可能 對那些完全是 對那個對我們完全是善意的 那總是會對我們好的這一位 我們有時候反而會覺得 因為環境的關係 我們對他失去信心 那這位是誰呢 就是所謂的就是我今天要講 神總是對我們好 我們不要因為環境 感覺讓我們好像覺得非常不好 我們就用情緒老的反應 就投射到神 神好像覺得神沒有在我們身邊 神離棄我們了 神好像在抵擋我們了 其實呢 這都是一個我們情緒 錯誤的誤判 或者是有時候仇敵撒旦 透過我們的軟弱 透過我們錯誤的感知 來困惑我們的 所以我們在今天我們看到羅馬書 在第八章裡面有句話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這句話是什麼呢 他說 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抵擋我們呢 有沒有用這句話 宣告過的人請舉手 神若幫助我 誰能夠抵擋我們呢 只有五隻手 四隻手舉起來 神若幫助我們 神會不會抵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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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其实中文的翻译跟这个英文的翻译比较起来就稍微弱了一点 英文的翻译是什么 If God is for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If God is for us 因为当初这个翻译合同本的时候 已经大概七十几年或者是一百年前了 所以他用的文字没有那么的直接 所以如果我今天来翻译的话 If God is for us,什么意思呢? 这不只是帮助 如果神是为了我们 神是向着我们 神总是为了我们好 神如果总是为我们好了 那有谁能够抵导我们? 谁能够来做我们的敌人呢? 谁能够来反对我们呢? 换句话讲 它虽然是一个反问句 虽然是一个反问句呢 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更强烈的来宣告说 神祂总是为我们好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息 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 你就不会失焦 也不会被你的困境所困住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今天要看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呢 可以说是罗马书的高潮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 我读到第八章的时候都觉得好像 哇到了这个非常澎湃的最高潮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有人讲说这个罗马书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神学的据点 这所谓的据点就是最伟大的一个神学的杰作 那罗罗呢 在罗马书就是写信给他还没有见面的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把福音从头到尾很清楚的来解释 所以事实上要认识神学 罗马书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 那那天我们去亚颂的店里面跟他聊天 那亚颂就讲到说他自己读罗马书 他这段他都是 他授起才一个第两个月 那他每天都 都会按照教会的进度读经 那读到罗马书他就像 他就说前面五章 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五章 他都读得好辛苦 都读不进去 到第六章的时候 他就不求神 神啊你帮助啊 就没想到 他一不求神以后呢 神就开启他的路性 但是他觉得一下子全部都通了 不仅六章以后读了都通 而且呢 连前面五章都通了 都懂了 那这个是 你看到他这个一开始读不懂 其实是很正常的 我必须要说 这个是很正常 因为他里面讲到的一些神学的概念 如果你是第一次读 可能不是马上都懂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圣灵是我们真理的教师 他要亲自来给我们的来指教 他就是圣经的作者 所以作者亲自来教你怎么读 所以我每次读心鼓励大家 都可以先求圣灵来指教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第八章二十八节 在这里把华洛讲到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爱他主义被招的人 这是用这段 这个经文来宣告的人 请举手 这次多一个 我们来吃吧 那我们希望 在今天结束以后 每一个人都可以常常宣告 这段经文 所以可见的这段经文呢 大家更熟悉 因为是非常激励的人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在事实上我们讲到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请问你万事会自己彼此效力吗 会不会 万事的话其实是 他是死的嘛 所以他不会自己在那边运作 所以你看到英文呢 他是讲说 God causes all things to work together 换句话讲 中文我们来翻的话就是 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哇 这样是不是很清楚啊 所以神不是坐在天上 两只手翘着 然后两只手插着 然后翘二郎腿 在那边等事情发生 不是这样 神叫万事都不想消灭 神到如今仍然在作动 他是料度万有的神 在你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他都知道 他的圣灵都在运行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叫爱神的人 就是按他执意被招的人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是爱神的 你是被神所出招的 所以你在你身旁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神都叫他互相效力 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叫你得益处 你相信吗 神调度万有 因为他有智慧 他有能力 他有爱心 所以他能够掉度万有 只为了要达成一个目标 叫你得益处 这讲得很清楚 是不是很清楚 是真理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到这段经文 因为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好不顺 环境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即便是如此 即便是逆境 即便似乎是灾祸 但是神却有很多隐藏的祝福在里面 神却要借着这些事情 要叫你得益处 得罢处 让你的信心越加的成长 让你更多的成为基督的来世 所以神这个地方我们常宣告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想到的益处是什么东西 可能小朋友想一想就是 神叫万事不加效力 叫我得益处 就是我可以更多的巧克力吃 更多的房地盘 更多的定性 所以在小朋友的脑袋里面 这益处就是好吃的 好吃的 那可能年纪大一点稍微成熟一点 就不是只有食物 可能就会想到钱多一点 或者是老婆漂亮一点 老公比较更体贴一点 那我们想的益处呢 会可能是想到这些东西 那到底圣经讲的益处 是这些益处吗 有可能 但是呢 肯定不是只有这些 那我们看一下 有什么益处呢 他就讲到说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笑话的儿子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那请问在这段经文里面 讲到的神给我们的益处是什么呢 神给我们的益处 当然这是第一个 让我们有耶稣的形象 有成为像耶稣的形象 这是第一个益处 这是第一个益处 这是第一个益处啊 让我们有神的容美 有神的那种良善跟爱圣洁公义 那接下来就是讲到称义 就是我不再是被定罪的 我不再是被定罪的 如果没有上过法题 你不知道被称为公义 宣派无罪那种感觉有多棒 所以我们但是呢 我们在基督里 神不看我们有罪 那最棒的最精彩的就是叫我们得荣耀 神叫你得的荣耀 一定不是只是让你到圣旗台上去领一个奖状 或者是颁给你一个游泳奥运金牌而已 神给你的荣耀呢 是天上的荣耀 是何等的丰盛 是超过一切所求所想 是丰盛的产业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来识相一下 从这段经文里面 再告诉我们呢 神是如何调度万有 叫我们得益处 他如何调度万有呢 刚才益处已经讲到了 就是有神儿子耶稣的形象 称义以及得荣耀 那他怎么样调度万有呢 这个呢 是一个要接触 这个要讲到的就是 预知预定 还有这个呼召 那这三个东西呢 在神学上面 已经很多的这种解经啦 或者是有很多的那种 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在那边面论 那我今天呢 尝试用一个最简单 最实际的一个方式 来跟大家解释 神调度万有 彰显他能力 第一个呢 是他的预知 他预知 预先就知道了 他预先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在相信 你将来人生会怎么样去做 他预先知道 他有这个能力 你相信吗 我们常说神是全能的神 他全能包含什么呢 就是他的全知 全知是他全能的第一个表现 这是他的全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会我们来了解 探讨一下神的全知 好 就是首先呢 我们看到 你相信神不受实践的限制 圣经里面讲到说 他是自由 永有的神 甚至可以说是无始无终的 他是在万有以先 直到万代的 他是永生的 是永远的 一切永恒 只有在神里面 所以呢 他不受时间的限制 因为时间是他创造的 你会画一个油画 然后你把自己被绑在那画上面 你想李平他在学油画 你李平在那里 他去买便当 楼上一杯便当 你想李平画油画 他会画一画 然后自己就 站在那画里面吗 当然不会啊 对不对 世界是神造的 时间是神造的 神会受时间的限制吗 当然不会啊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 帮助大家想象一下 有看过最新一集 是X战警的警局手 X战警 这么难意思 就是X战警 就是X战警 Anyway 所以 就是 里面有一个人啊 跑得超白的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特别精彩 多精彩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还在 动的时候 他把所有人的 平常动作 变成非常慢的动作 然后呢 他的动作相较起来 就变得 他可以跑到这个人身上 比如说 有一个 有一个托里要飞过来 他就把他接住 然后弄开 然后把另一个人摄插 子弹过来 他就把他挡掉 然后慢慢的这样子 兜一圈 把所有人都救出来 本来是爆炸啊 那是爆炸 但是动作太快了 所以所有的事情 就是相对 所有的事情 就是变得很慢 对他而言就是 他就可以很从容 可以做这件事情 换句话讲 那时间带来讲 是相对来讲 是要慢很多 他是相对的很快 如果这个人 他可以 他的时间 可以比别人 慢一百倍 一千倍 或一万倍 神是不是可以 比他慢一千倍 一万倍 甚至一兆倍 换句话讲 你觉得 哇 事情发生得很快 其实对神来讲 他非常从容不迫的 在每一个 那个 亿万分之秒里面 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神不受时间的限制 神不受时间的限制 我也想跟大家讲 每个人的生命 就像是一个故事书一样 就是每个人的故事 就像一本书一样 那这本书呢 是你跟神一起写出来 当然你现在 还是在那个书里面 一页 一直能够一页一页翻 但是神呢 他可以一下子到一百页 一下子到五百页 一下子又回到第三页 神不受时间的限制 所以他知道 他预先知道每一个人 在历代之下 十六章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看 耶路华的眼目 辨查全力 要显大能 帮助 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当然他可以 就是坏着坏着坏着 他同时能够看到 全世界所有人的内心 那他可不可以 同时看到 有史以来 所有人的内心呢 他不受时间的限制 所以不受空间的限制 不受时间的限制 不受深浅的限制 他可以看到你最深的 跟最深的 所以呢 他掩护便查全人类 全人类的历史 全部的人心 寻找 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他在哪怕 只有千万人 那边只有一位 他一定会找到 那个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亚伯拉罕 在将近四千年前 神 神欲知 欲先就看到 亚伯拉罕 他看到 他是向着神 心存诚实 向着神 是有信心的 神欲先看到他 所以就在 亚伯拉罕的时候 神亲自呼召他出来 成为信心之父 成为万国的祝福 所以 弟兄 他更有兴趣 来进入到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知道神是 神是见察人心的 但是人是看外貌 神跟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那因为他预知的能力 所以他能够预先安排 什么叫预先安排 就是预定 预定 预定 很多人呢 就在预定论里面 吵了几百年了 几千年了 什么预定论 你到底怎么样 其实不要吵 很简单 就是会预定 但是神的预定呢 不是什么事情 都把你定得死死的 该定的他会定 不该定的 他不定 他给你自由 因为你的那本 你的福事书 是你跟神一起写的 你的人生 是你跟神一起写的 神会把你做最基本的安排 他会给你做最好的方向 但是即便你错过了 他还是还能够把你带回来 那无论如何 你的人生 神已经预定 但是呢 还是你跟他一起写 在你的人生的故事 那这其中的奥秘 我们也不需要 好像每一件事情 就是说 啊 神你预定是怎么样呢 你预定我到 Starbucks吃呢 还是我到 去吃那个什么 大排骨 不要去 神机之息了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知道神 该预定的都会预定好了 该给我们自由选择 都自由选择好 你这样相信就可以了 好 不要问太多 好 问太多 你搞得无力无足了 好 只要知道 好 反正 该搞定的 他会把你搞定就是了 好 那你自己该做 你要赶快做 好 好 这是这个很清楚的概念 好 OK 好 所以神预定你什么呢 他的全能展现在他预定的能力上面 欲先就定下来 如何养成你 栽培你 让你有耶稣的样式 所以他预定你最终的目标 就是要让你有他神儿子的样式 像比如说刚才留言 他讲到 神早就知道 他是一个会有信心 是向神心存诚实的人 神要救他 那在他的环境里面怎么救他呢 就 给他一个意外 肯仁看来是意外 事实上他早就一定好 让那个 众恩 能够来 透过众恩的来到 众恩不是意外 众恩 他的来到 是早就预定好了 是让 借着众恩的来到 让刘燕 他们全家 很多的人都能够得救 这是神预定好的嘛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呼召 他预备你到某个点上 就拆人来 带你做绝世祷告 所以呢 预备刘燕到一个地步上 地边地步呢 就把他带到美国北塔 然后呢 第一天就跟我们见面 那你说我们何德何德 能够来帮助他信耶稣啊 这是神 神借着我们 非借的器皿来呼召他的 所以神呼召我们 所以带领我们到一个点 就是 他的预定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他恩典的一个大大的开启 就是在呼召我们 所以当你每一次你决志祷告的时候 不是每一次啊 都每一个人决志祷告 所以都是神在呼召我们 神预定好要来呼召我们 OK 那第四个就是他来叫我们称义 高阳担当了你的罪 赐给你神的义 也就是宣告你无罪 他不再定罪你了 这就是所谓称义的意义 所以我们虽然犯错 但是呢 神因为耶稣担当我们的罪 所以就判我们无罪 但是判我们无罪以后 我们呢 要行为上面 就要活出无罪的样子 不要判无罪以后 又继续回去犯罪 这是我们要 对这个称义的一个完整的认识 最后叫我们的荣耀 神定义要让你分享 耶稣做儿子的荣耀 做儿子的荣耀有什么呢 圣洁 公义 权柄 能力 永生 尊贵 你知道你是尊贵吗 为什么 因为你跟耶稣连在一起 你跟耶稣是同一国的 耶稣就不尊贵啊 他尊贵你就尊贵 他公义你就公义 他荣耀你就荣耀 因为你跟他联在一起 阿妹 跟他联在一起 如果联在一起的不荣耀 那他就不荣耀 对不对 所以他荣耀 我们就荣耀 所以你要知道 你跟基督是联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知道 神怎么样料度万有 叫我们得益处呢 透过他的预知 透过他的预定 透过他的呼召 叫我们得益处 就是能够称益 跟得荣耀的益处 清楚了吗 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个 三十一节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我们呢 神若是为我们好 谁能够跟我们作对呢 比较佛语化是这样子 神若是为我们好 谁能够与我们作对呢 答案是什么 当然没有 神当然是对我们好 而且他总是对我们好 总是为我们好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我们好 你知道吗 当你这样子宣告出来 神总是为了我好 神是良善的是信实的 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 在你里面就 神调度万有的那个大能 就不受拦却继续 甚至能启动起来 所以我们这种细心的宣告 这是与主同工 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小看你细心宣告的重要性 懂我意思吗 你在困境里面 你就开始抱怨 当你抱怨的时候 有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就拦却了神的作为 神本来在调度万有的时候 突然有点卡住 那个指纹有点卡住 等到你宣告的时候 信心宣告的话 那个拦却没有 就跟信心运作 那个调度万有 继续的 然后呢 事情就逆走 然后 好处就成就 所以我们信心宣告 也是跟神一同的来同工 能够来 神能够帮助我们 就没有什么能够抵挡我们 有时候呢 我们讲到属灵征战 我们就 会 会疑神疑鬼的 就会很紧张 什么鬼 什么鬼 什么魂绑 什么咒诅啊 想太多了 那 其实呢 我们要知道 神若帮助 神若是帮助我的 神若总是为我好 谁能够抵挡我呢 所以我的焦点是在谁 我的焦点不是在我的敌人 请你们记得好吗 千万记得 现在 我们当然会讲属灵征战 我们要起来祷告要征战 我们要抵挡魔鬼 魔鬼离开我们跑好了 但是我们的焦点不是 魔鬼有多厉害 我们的焦点是 我们的神有多厉害 阿们 在我们里面的 比在这世界的更大 这个是我们的焦点 所以神总是为我好 有谁能够跟我们作对呢 作对有什么 哪些事情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简单的讲一下 三件事情 神讲到最厉害 跟我们作对 敌对我们的三件事情 就是 谁能够控告你的 谁能够定你的罪了 谁能够叫你 神的爱隔绝了 如果任何人能够做到 这三件事情 你就得不到益处了 你的益处就被破坏了 但是答案是什么 没有人能够控告你 没有人能够定罪 没有人能够隔绝你跟神的爱 现在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 这一切的没事 不再有人能够来通告 Amen 所以 那这一方就讲到说 看一下 他说 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已经死了 而且从失利夺活 现在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 所以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了 对不起 先从33节 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神宣判他们是不罪的 还有谁能够控告 对不对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既然没有控告都不成 那更多人都定罪了 那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是患难吗 是困服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神楼梯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 天使是掌权的吗 是魔鬼吗 在这地方经过告诉我们说 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就没有人能够与我们作对 没有人能够抵达我们 没有人能够来破坏神要给我们的益处 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保罗的宣告里面 我们清楚的看到 你总是为我们好 没有人能够与我们作对 你若是为我们好 有谁才能够抵挡我们呢 主啊 让我们不再害怕 有人会在我们身上得逞 撒旦罗鬼 诡计会得逞 因为你总是帮助我们 你总是为了我们好 你叫万有被你调度 叫我们都得益处了 主啊我们就是唯一能够 就是夫妇在你面前 向你献上感恩与敬拜 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手中 都是属于你的 我们单单要来敬拜你 单单要为你而活 主啊欢迎你在我的生命中 我安全的来掌握 因为你总是为我们好 你为我们好 好到一个地步 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 对自己这么好 自己都没有办法 真正的给自己带来益处 但是地却是给我们最大的益处 叫我们被称义 叫我们得着 基督里一切的荣耀 主我们感谢在余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荣耀背给我们的主 独立起伏着 你把荣耀背给我们的主 感谢在余 谢谢大家